我们经常听到大家在说房地产的投资客 但是您知道他们手上拥有多少间房子吗 台北市议员提出了一份资料 揭露台北市有1200多人是持有8户以上 最多的高达59件 拿着厚厚的资料在市议会现场公布数据 台北市议员王洪威指出 台北市持有8户以上竟然有1241人 甚至还出现光是一个人就拥有59间房子 另外也有单一法人拥有673间房屋 他质疑政府打房是打假的 还要求市府应定累进税率 对有4户以上非自用住宅客征更高的囤屋税 这样拥有这么多房子的是何方神圣吗 男的女的都不知道 老的少的都不知道 知不知道还是说你不能讲 对于囤屋税 台北市长郝龙斌认同实施累进税率 也因比照所的税方式按其具客税 但必须兼顾个人隐私 我们应该是有一个累进的税率 所以累进税率就是说不定 四户到几户是一个 在几户以上一个 应该是不同阶段 就像我们所得税一样 用这种方式来做 副市长张金恶则表示 他为了解法人为何持有这么多的住宅 调查后会提出因应对策 另外台北市税捐处指出 个人房屋的确是属于隐私资料 不能对外公告 就算是房屋税率修法通过 目前最多也只能用最重的3.6%来课征 记者沈小青 谢其文台北报道 来翻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